美丽的小兴安岭 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 有数不清的红松、白花、栗树 几百里连成一片 就像绿色的海洋 春天树木抽出新的枝条 长出嫩绿的叶子 山上的积雪融化了 雪水汇成小溪 丛丛地流着 溪里长满了春水 小鹿在溪边散步 它们有的俯下身子喝水 有的侧着脑袋 欣赏自己映在水里的影子 夏天 树木长得葱葱隆隆 密密层层的枝叶 把森林封得严严实实的 挡住了人们的视线 遮住了蓝蓝的天空 早晨 雾从山谷里升起来 整个森林尽在乳白色的浓雾里 太阳出来了 千万缕像利剑一样的金光 穿过树梢 照射在工人宿舍门前的草地上 草地上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野花 红的 白的 黄的 紫的 真像个美丽的大花坛 秋天 白花和栗树的叶子变黄了 松白显得更苍翠了 秋风吹来 落叶在林间飞舞 这时候 森林向人们献出了 酸甜可口的山葡萄 又香又脆的榛子 鲜嫩的蘑菇和木耳 还有人参等名贵药材 冬天 雪花在空中飞舞 树上积满了白雪 地上的雪厚厚的 又松又软 长长没过膝盖 西北风呼呼地刮过树梢 紫雕和黑熊 不得不躲进各自的洞里 紫雕捕到一只野兔当美餐 黑熊只好用舌头 舔着自己又肥又厚的脚掌 松鼠靠秋天收藏在树洞里的松子过日子 有时候还到枝头 还走着呢 太棒了 终于能见到美丽的小星安岭了 麻豆啊 你还记得课文是按照什么顺序 来描写小星安岭的吗 嗯 是 是时间顺序 春夏秋冬 先写春天 春天树木发芽 冰雪消融 小动物们都出来活动了 嗯 你看这句话 树木抽出新的枝条 我知道 抽出就是长出的意思 哎 说对了 因为树木的枝条 一般是笔直的 长长的 像一把剑 抽出 生动的写出 枝条快速而有力的长出来的样子 哦 那这个踪踪是什么意思 什么踪踪啊 是丛丛 它用来形容流水发出的声音 写出了小星安岭的动态美和音律美 我知道 刚刚是可恶可恶 嘿嘿 您看这儿 还有个年纪呢 小鹿欣赏自己的倒影 真可爱 这说明小鹿在森林中生活十分惬意啊 春天的小星安岭真美 那夏天呢 夏天的小星安岭依然是绿色的海洋 嘿 你看 葱葱隆隆 密密层层 严严实实 好多叠词啊 不仅有叠词 还有很多动词 像风 挡 车 麻豆啊 你知道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吗 虽然我觉得A说的也有道理 但我还是选B吧 作者是为了写出夏天树木枝叶繁茂 遮天蔽日 嗯 除了树木 夏天的小星安岭还有浓雾 阳光和野花来装饰 雾有什么稀奇的 你看这个镜子啊 说明小星安岭的雾很多 很浓 整个森林都浸染在浓雾里 朦胧的画面感 跃然直上 哦 除了浓雾 还有利剑一样的阳光 是啊 因为阳光是从严严实实的树梢穿过来的 所以作者把阳光比作利剑 写出了夏天阳光的美丽与刺眼 茂盛的森林 朱白色的浓雾 利剑一样的阳光 加上鲜花盛开的草地 好美啊 如果说春夏的小星安岭是美丽的 那么秋天的小星安岭除了美丽 还多了美味 啊 有什么好吃的 你这么爱吃 能做对这道题吗 没问题 酸甜可口的是山葡萄 又香又脆的是榛子 还有鲜嫩的蘑菇木耳 至于名贵药材嘛 一定就是人参了 不错 秋天给小星安岭带来了丰收 一个馅子用的巧妙 好像森林也要用自己的丰富物产 支持祖国的经济建设一样 看来小星安岭不仅美丽 还肯富饶呢 嗯 到了冬天啊 小星安岭又是另一番景象 下雪了 小星安岭 披上了一身银装 嗯 小动物们都在为过冬做准备 紫雕运巧 抓到一只野兔 黑熊没猎到食物 那也不用舔自己的脚吧 诶 不懂了吧 黑熊的脚掌上会分泌出养分 当黑熊无法外出觅食时 舔脚可以帮它获得身体需要的养分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它不讲卫生呢 马豆 领略了小星安岭四季的景色 你同不同意作者对小星安岭的评价呀 我举双手赞成 小星安岭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 也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没错 这句话是全文的中心句 作者把小星安岭比作大花园 是因为它一年四季的景色都是美丽诱人的 把小星安岭比作宝库 则是因为它物产丰富 作者是想表达自己对小星安岭的喜爱 和对祖国深河的赞美之情 福子 都快到点了 怎么还不捡票啊 哎呀 就是啊 怎么没人呢 福子 你买的火车票是早上八点的 火车早开走了 好 好 哈哈哈哈